好了,我们继续进入我们的旅程 我们就像一班人一起去旅行 穿越时空,回到旧约的世界 回到汇幕的面前来学习真道 我预备了几张图片 给大家来建立一个立体的图像 好,这个就是汇幕了 就是摩西带领神的百姓 然后穿离开埃及 他们在旷野飘流 最终的目的地要去哪里? 就是加南美地 所以他们在这个旅程当中 就会自然有行程和停下来的时间 有前进也有停下来的时间 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汇幕就是住宅在中间 然后十二支派就是围着汇幕 来到去住宅 然后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就会献祭 或者是在敬拜的日子 安息日的日子去敬拜神 好,当我们走入这个汇幕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第一,你会看到凡祭坛就是第一讲 然后你会看到洗作盘 你会发现洗作盘就放在祭坛和圣所的中间 好了,当你面对着这个圣所的时候 圣所里面有什么呢? 有三件的陈切品分别有陈切饼的桌子 金灯台 金香坛 最后你再进入智圣所,你会看到什么呢? 就是以药柜 这个就是范祭坛 就是我们上一讲讲了的真理 这个就是金港我们会看这个第二站 我们像一个旅程那样 然后来到第二个的景点 就是这个洗作盘 你会看到是同盘和同盘左 然后在这个洗作盘里面就有清水 祭司就在旁边 好了,我们一起又回到《港道笔记》的当中了 不如请大家拿到这个绿色纸里面我们看医 我们一起重温上一讲我们学习的真理 好了,我们穿越时空回到旧约世界的里面 去到回幕 我们第一讲看到这个祭坛 我们当看见祭坛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分别我们会看到祭坛上燃烧中的祭物 我们在这个发现 这个看见的当中我们学到什么的真理呢? 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献上 卫生给我们的上帝 烧在坛上 我们成为一个活祭 来献给我们的神 然后你在祭坛上 你除了看到燃烧中的祭物 你还会看到祭坛原来有四个角的 四个角代表着什么,象征着什么呢? 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当我们捉住这只角的时候 就会得到保护 当我们捉住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保守 你看完这个祭坛之后 你还会看到很多人来人往 很多人在做什么的行动呢? 就是一个献祭的行动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 带着牛羊祭品来献祭 所以你会看到献祭的人 在这个真理里面 我们发现真正上帝所要的是 一个如何的献祭者呢? 就是一个真心悔改 良善正直 尋求认识神的人 这个才是上帝所喜悦的献祭者 上帝真正想要的 不是大家来到上帝的面前 带很多钱来到 或者你带了很多个牛羊 这个只是一个象征 象征着背后你 上帝想要的是你的生命 一个真心悔改 在上帝的面前 良善正直 学想神尋求神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上帝想要的 一个献祭者 好了,我们进入今天 我们来看看这个洗作盘 好了,我们一起旅行 来到看完祭坛 看了很多人在献祭 然后下一站 你会看到下一个景点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 洗作盘 那洗作盘是做什么的? 那我们一起看看 有什么重复出现的字 不难找的 有什么字 重复出现? 洗字 十八节 用来 洗作 十九节 洗 洗手 洗脚 二十节 都要用水 洗作 二十一节 要洗手 洗脚 很简单 很简单的用途就是用清水 用来洗手 洗脚 我们看到 祭司 带齐了工具 带了刀 来准备劏 这个祭生 带了香 如果他要入祭 这个圣锁里面 也带了香 预备来焚香 也带了火 带了油 来燃点 点灯 也带了贡饼 来换这些 陈切饼 上桌子的饼 预备好了 入咯 还可以 要什么? 记得要洗手 洗手 洗脚 原来是一个预备动作 当你真正要去到上帝面前 敬拜和侍奉的时候 请你先去洗手 洗手 洗手 洗脚 有两种情况 会去洗手 洗脚 第二十节 他们进会莫的时候 第一种情况 当他要入圣锁 来到点灯 烧香 换饼的时候 请他先洗手 洗脚 或是走近祭坛 敬拜 吸叶和话 焚烧火祭的时候 第二种情况 就是他要走去祭坛 要来到去屠宰祭生 在祭祭的时候 请他先做一个行动 就是要洗手 洗脚 洗多少次? 请问洗多少次? 他们进会莫的时候 或走近祭坛 敬拜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你要进入圣锁 请你先洗 洗了 洗了 再洗 原来当时的祭司 早晚进入圣锁 或者献祭的时候 早晚献祭的时候 献饭祭的时候 都要先做一个行动 就是要洗手洗脚 就洗了 还要洗? 又不是沙士 干净了 不要紧了 行不行? 我想问一下行不行? 不行 因为后果很严重 那个后果多严重? 第20节 好了 都要用水洗脚 接着怎么样? 免得死亡 你不敢做 你会死的 第21节 他们要洗手洗脚 免得死亡 只要作他们永远的定例 永远 他不敢做会死的 就是作阿伦和他的后裔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忘记了 忘记了 不要紧了 你不要以为 我进去衣服 已经进去了 因为我已经带了香 带了饼 带了油 带了火 进去 侍奉上帝 敬拜上帝 哎呀 忘记了 进去 砰砰 就被上帝击杀了 就是因为没有洗手洗脚 在说的是什么? 在说的是 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 减杀了自己 当你去到上帝面前 敬拜和侍奉的时候 请你第一件事 就是要洗手洗脚 今天不是真的 你要去洗手间洗完手才进来礼堂 而是说的是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结成了 去敬拜 和侍奉我们的大君王 后果很严重的 我们一起看参考经文 参考经文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 我邀请大家来读这一节的圣经 请计 以赛亚先知在那里见到上帝的时候 他说了什么呢? 感谢主我见到上帝了 好开心的 我现在来赞美他 不是的,他說什麼? 糟糕了,這次糟糕了 因為我是一個嘴唇不潔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眾 因什麼? 眼見大君王萬君之爺和華 原來我們回來敬拜是敬拜一位怎樣的上帝? 慈愛的上帝、良善的上帝、好好的上帝 不僅如此,這也對 還要看到一位聖結偉大的大君王 我們朝見、侍奉、敬拜的是那位聖結的大君王 所以我們要先潔淨自己、洗手、洗腳 所以這個設計很好 你要記住,這個匯幕是誰的設計? 耶和華曉如摩西說 匯幕的建造、設計藍圖是上帝的啟示 並不是人類說我想想怎樣來設計這個匯幕 祭壇和聖所的中間就有一個細座盤 大家可能去旅行的時候 都去過不同的國家旅遊 或者你去歐洲 或者你在香港都曾經都見過一些天主教教堂 特別是一些世界級的天主教教堂 我們一定會來參觀 香港當然也有這個天主教教堂 大家進去參觀的時候會看到些甚麼? 哇,很華麗的裝潢 很華麗的裝潢 彩繪的玻璃 然後看到陽光透射進來的時候 有不同的顏色,很漂亮 還看到一件事 當你進到門口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件事 是甚麼? 有個洗盤 有個水盤在那裡 你會看到,咦? 有個水盤在那裡 通常我們基礎就不會碰 我們進去參觀 通常都是走 或者我們都會找個位置坐下來 你會去祈禱等等 練主也很問等等 但如果你看到一個天主教教徒進來的時候 他會先… 是不是坐下來? 不是的 他會先去到水盆那裡 然後蘸一蘸水 然後做一個動作 對吧? 畫一個十字架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去到上帝的面前先 要提醒自己 要結淨自己 象徵著一個結淨 然後去到上帝的面前 當然你說 我看久了之後 其實天主教教徒是形式化的 其實我們也有這樣的問題 姑物論如何 但那個象徵意義是很深的 就是當你要去見上帝的時候 請你先結淨自己 所以我們在崇拜開始之前 我們都會有一個… 或者說崇拜之前的討告會 我們都會來去認罪 因為我們很知道 罪的難阻就會阻隔我們 跟上帝建立關係 所以我們先來去認罪 讓我們能夠全心全意 以一個結淨的心 來去敬拜我們的神 所以那個設計 會幕的設計是很有意思的 當祭司要入聖所 有一件事頂住他 是什麼? 就是洗作盆 就是當祭壇走過去 要入聖所的時候 原來中間有個洗作盆 提醒著他 要請你先結淨自己 你好先進來敬拜 你好先進來來對他侍奉 所以很有象徵意義 很有意思 有沒有罪的阻隔呢? 你說King Sir 你又說這些? 你上一說就說了 就是我們獻凡祭的時候 我們才要看清楚 有沒有罪的阻隔 我很可以的 我又勤讀聖經 又時常清心 敬拜主 我回到來很認真 我不會遲到的 我還會參加剛剛的祈禱會 的時間 先好好應聚 然後再朝見我的上帝 我很可以的 我是在理工大學讀書的 那時候很開心在班裡 都認識了幾位基督徒兄 我們都有一個習慣 凡是上學之前 我們進課室之前 我們都會先在校園裡 一起祈禱靈修 這些是一個很美好的時光 我也曾經在這裡分享過 就是在一個校園裡 很多花花草草的時候 當然一定不夠科技大學 中文大學 那些那麼多 但是也會有一些 很好的盆栽 然後在發現 或者在默想的時候 看到上帝設計的榮美 做物主的偉大 所以那個 那個 一起弟兄們 一起商交 祈禱是一個非常快樂的時候 我還記得 不過有一次 我就有一些震撼 就是因為其中一位 弟兄說過的一句話 我還記得 當時準備進課室之前 我們在課室的門口 在那裡聊 忘記了聊教會的事情 還是聊聊學校 即是在課室上的事情 聊聊聊的時候 突然間聽到 整個走廊很吵 有人在爭吵 爭吵 冰冰棒棒 那我準備走去 看看什麼事情 你知不知道 弟兄跟我說什麼 不要這麼八卦 你 這句話對我來說 很震撼 爲什麽震撼 其實沒什麽 我都沒有跟他講 可能你也聽到沒有什麽 震撼的地方 其實我以為是八卦 其實我不是八卦 我是覺得我自己作為一個記憶徒,當見到學生之間有爭執,有打架的情況的時候,我作為一個記憶徒可以怎樣去調停呢? 我怎樣去關注呢? 我不是在那裡,嘩,先看誰好抽點,我不是這隻,他誤會了我,所以他說,喂,別那麼八卦了,你 我就想,撒那間,我好像發現這個弟兄,因為他在我心目中,那麼多弟兄裡面,他最敬虔的,最愛主的 我發現,撒那間發現,原來他的信仰是活在一個個人的信仰裡面,好像其他東西不關他的事一樣的 我自己好好,我自己愛主就行了,其他人關我什麼事呢? 所以我們今天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說,我好敬虔,我好愛主,我好潔淨 但你有沒有想過,周圍的人是怎樣? 微信的親戚,微信的朋友,他會不會都被罪,來捆綁意識,他不能夠去到上帝的面前呢? 所以看下你身邊的弟兄姊妹,你看下他,我說真的,你看下他 請你現在看下你身邊的弟兄姊妹 你看到他們的什麼? 可能有笑容,或者有些憂愁等等,你能不能夠看到他背後的情緒 在反映他的生活,他的世界在怎樣的世界呢? 你看到他可能快要死了? 我猜,陳全道你說這些話,基督徒雖然百無禁忌,也不用這麼說 看到旁邊的那個有機會可能會死,明明他生病病,坐在這裏 不是呀,我是說靈性上的死亡 我是說屬靈上的死亡 我自己很好的,我很愛主的,我很渴求的,我天天讀聖經的 那身邊的弟兄姊妹呢? 早前也分享過,我現在在學電單車 記得嗎? 原來學電單車和學車很不同的 學電單車原來先要在一個練習場那裏來學幾天 學完幾天之後呢,你要考一個強制史 在一個練習場那裏考一個強制史 合格了之後呢,你才有一個學牌 然後呢,你才可以跟師傅出街 他會給你一個考期,那我的考期是九月尾 那我看現在這麼早就不學了,先停一停 那當你考到那個路士,即九月尾的路士 你才正式有一個P牌 原來有一個程序和學車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我成功了,過了這個強制史合格了 那我現在有一個學牌 那由於這個考期太遠就不理會了 那在這個期間裡面,很有趣的 因為我已經跟了你們,包括 我媽媽也很震驚 然後呢,我神學院的弟兄姊妹 同學 在這個期間,間不止收到一些新聞 她就傳給我,WhatsApp給我 凡是有什麼電單車意外 有炒車意外 就傳給我 真的很奇怪的 平時也不見的 以前也不見的 那我傳過來 那你怎麼回應呢? 那我就這樣 是不是? 又傳來嗎? 我看得多的時候,其實背後是在說什麼呢? 雖然我太太口答應了 我的好同學 神學院的好同學 就說 兄弟小心點啊 這樣 又發出一些新聞 她很擔心什麼呢? 潛台詞是說她批准了 但是她心底裡仍然是很擔心我 會死亡 會遇到意外 我很感恩啊,因為這些是我的好同學 我的好太太,她會守望我 提醒我 小心點啊,小心點啊 有危險啊 她守望我的生命 怕我發生意外 因為 可能有些人說 我都不認識你 你學電單車是你的事 炒車是你的事 關我什麼事 幸好 有一些人守望著我的生命 守望著我的生命 你要不要守望你的弟兄姊妹 她有可能就來死了 靈性上 屬靈生命上 正在枯竿 你看到嗎? 我看到神學院畢業 事奉了十幾年 我畢業之後 我先做青少年事工 做青少年事工 一個人做 可以嗎? 當然不行 因為你和學生 和年輕的弟兄姊妹 要有很多活動 又要三天兩夜 哇,他們又要通頂 三天兩夜 你現在叫我通頂 我死給你看 又要通頂 又要打球 又要聊天 很多事情 所以你一定要團隊一起做 一班導師來一起做 感恩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恩賜 才幹 我又不懂音樂 我又不打球 大家都知道我不打球 我是喜歡水上活動 所以幸好在團隊裡 也有不同的人 扮演不同的角色 又有一個弟兄 他是敬拜能手 唱得彈得 彈得這麼重要? 不要緊 你做青少年事工 你一首好結他 不知為何 就會吸引到年輕人 聚集在一起 和你一起唱詩 你透過唱詩 就在分塗他們 塗造他們的靈命 是嗎? 我很感謝 有這樣的弟兄 在我當中 敬拜一齊 你對他示風 有一次 看到他的面容不同了 我覺得是有點不妥的 平時不是這樣的 平時回來後 是很活潑 很開朗 很沉重 很凝重 我問他 好像最近有些事情 他就說 沒有 沒事 第二個星期 看到他又是這樣 沒有 沒有 沒事 他不說 也沒辦法 或者我覺得 可能真的沒事 有一次 他突然間 因為他也是我同時 我侍奉的 團契裏面的弟兄 小組的弟兄 他約我 又約了另外一個信徒導師 見面 我超糟的 他約出來見面 在教會裡面的房間 聊天的時候 他一說 一開聲就在那裡 爆哭 是爆哭 是很大聲的 哭得很厲害 問他什麼事 原來他跟他女朋友 那個姊妹 發生婚前性行禮 他說被這種罪 捆綁得很辛苦 他說他回來 敬拜不了神 他無法侍奉上帝 他覺得 裡面很多 壓住了他的生命 所以他要約我們 說 感恩 他肯說 原來一直在罪 捆綁著他的生命 我之前 結果我也很自責 因為 我之前也覺得 有點不妥 我自責 為什麼我不約他出來 或者 為什麼我不找一個空間 一個地方 然後跟他去談 而不是只是問 很自責 所以今天我都敏銳度提高一點 當我看到 那些弟兄姊妹的臉色不同了 明明那個禮拜 怪怪的 我都會去慰問和關心代討 所以你自己很好 那你有沒有看到身邊的弟兄姊妹 她是一個怎樣的生命呢 她的樣子透露著什麼給你知道呢 你有沒有關心守望你的弟兄姊妹呢 她現在去到上帝面前 侍奉敬拜了 她結成了沒有呢 你看到她是什麼呢 所以這段經文呢 開啟了我這個全身的視野 從上帝的目光去看不同的事情 看自己 看人體教會 會不同了 我們全道同工都有一個毛病 就是當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預備的時候 我都有一個好心的提醒 教會不夠人做詩琴 那怎麼辦呢 你第一時間想到什麼 清唱 就想一下吧 你會不會在我們同工團隊 或者我自己去想一下 搜尋一下 誰會彈琴 第一時間想這件事 誰誰誰誰呢 有多少級的 誰誰誰呢 就有懂結他 他又拿了什麼衣服的 這樣 我認罪 我要認罪 當我們想起有侍奉的需要的時候 我會想到什麼呢 是不是只想到弟兄姊妹有什麼才幹 才能 有什麼技巧 而不是第一時間想到她的生命 是一個怎樣的生命 還是她說 進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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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所敬拜吧 試奉吧 原來她都沒有手洗腳 同樣地 當我們想起自己要參與試奉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要想的是什麼 我還記得有時候 有些時候 我們都會邀請一些弟兄姊妹做helper 或者做組長 來帶組 我記得問一些肢體的時候 通常的答案都是這樣的 就是 我不是很熟聖經 因為怎麼樣呢 我們恩福堂很強調查經 P-study 我不是很熟聖經 我不是很熟聖經的背景 還不重要呢 也很重要 不過她應該 我們應該先要問的是 我們的生命是一個怎樣的生命 如果她這樣回答我 是更加理想的 就是 我回家好好去討告 我去看看我的心 我的動機 我是一個怎樣的生命 所以你把刀燉了不要緊 比如說 現在我邀請你參與屠宰 滋生 把刀燉了不要緊 磨吧 但是先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洗手洗腳 看教會都不同了 看自己、看人、看教會都不同了 當你讀了這段經文的時候 你的視野應該不同了 你在全身的視野 從上帝的角度 去看教會 你會看到他們什麼呢 你會看到教會 硬件一流 有很好的敬拜隊 有很好的音響系統 有很好的投射出來的螢幕 是非常清晰 你會看到教會的潔淨程度嗎 看到 洗手間很骯髒 我今早就聽到一個小朋友說 爸爸,爸爸 這個洗手間乾不乾淨 真的 今早就聽到這麼說 是啊,我們都會關心 教會乾不乾淨 禮堂乾不乾淨 禮堂乾不乾淨 乾淨 不過呢,原來 曾經 鋼士們都發現一些 都未必那麼乾淨 你猜有些什麼呢 有紙巾 有堂紙 最經典的是 發現 見過有 華妹葷 花生衣 我也不太明白 我也不太明白 可能我也誤解了 該位的電視頻 是否因為他在外面吃完 然後放下袋 不過他拿東西的時候 掉了出來 還是怎樣呢 其實簡單一點 你已經透視到他的上帝觀 是一個怎樣的上帝觀 距離敬拜上帝 是一位怎樣的上帝 是不是一個聖結偉大的大軍王 我們都關心 我不是說這些不重要 裝備重要 硬件都重要 地方乾不乾淨都重要 不過我在說的是 教會的屬靈結淨程度 你看到的是什麼呢 你看到的是一個怎樣的教會呢 你看到弟兄姊妹是一個怎樣的生命呢 你知不知道我們快要結婚的嗎 是的 我們快要結婚的了 有個新郎在等著我們的 教會是基督的什麼 新父母 基督是新郎 我們會結婚 跟耶穌基督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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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打扮好了沒有 你有沒有洗手洗腳 你的熟靈結婚的程度 是怎樣呢 哎呀我知道了 King Sir 原來回到朝見上帝 就不要有罪的難阻 要關心弟兄姊妹的熟靈程度 她的靈性上有沒有進行 有沒有死亡之中 或者有沒有黑暗之中 有什麼出路呢 崇拜之前洗澡 不是 不是 你可以 回到教會之前 先洗個漂亮 回來敬拜 有象徵性 沒問題 但我不是在說這些 你可以這樣做 我也欣賞你 我一起看參考經文 詩篇119篇第9節 請大家來讀 請讀 少年人用什麼 結症他的行為 是要遵徵他的行為 好,麻煩 少年人用什麼結症他的行為 是要什麼呢 閱讀你的話 是不是 不是 聆聽你的話 不是 是遵行你的話 不過當然遵行你之前要閱讀 如果你沒有讀經 你完全遵行不到 因為你不知道上帝的旨意 不過問題是我們聽很多 看很多 不過我們沒有實踐 我家裡最近有一些裝修工程 或者維修工程 上個星期 我們全屋都換了 分體冷氣機 因為分體冷氣機 用了十多年 已經 有些殘廢 不冷 又發出怪聲 都是夠期 所以上個星期 太太拿了大架 然後換了 冷氣機 除此之外 趁機 即是家裡有什麼要修理 一次過 包括一件事 包括洗手間 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沖沖一下涼的時候 咦? 明明這個花灑 發著自己的 為什麼頭有水呢? 嘩! 嘩! 樓上滴水 大約半年前的事 大約半年前的事 那你會怎麼做? 你會怎麼做? 我聽到說頭髒 不是 我第一件事就是把頭髒射回去 躺開一點 你怎麼做? 不過是忙的 那你也知道 如果能夠滴下來 都很嚴重 因為已經有天花了 它能夠滴下來 即是滴了很久 然後才能夠滴下來 那你不快點弄它 你就真的 不夠時間看 那你先讓它滴下來 因為不會死吧 雖然上面這一刻在做什麼? 洗澡,它在滴的是污水 我想最多都是細菌感染,最多都是病 我想不會死吧?又不是沙士吧? 所以一直都沒有理會 你知道原來你不理會就出事了 我發現了什麼呢? 洗澡站的去水位有秀跡 滴到山壽 然後我找刷刷不掉 不行要行動,要行動 看到、聽到不行要行動 要改,要修正,要改了它 接著我還在樓下五金師傅那裡跟他說 我說師傅,師傅上面滴水,可不可以上來幫我看看?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嗎? 對不起,幫不了你 你要到管理處那裡跟他說 原來這麼複雜的,我也不知道 傻傻的 原來要到管理處那裡說 然後管理處那個負責人會怎麼跟我說呢? 他說 行,沒問題,我們要安排時間到你的單位那裡 然後拍張照片 然後聯絡樓上的業主 然後看看他有什麼態度可以跟進 我說什麼會不跟進嗎? 我說會的,很多人都不管 感恩,幸好樓上的業主肯來搞搞他 原來有這麼多手續 結果上個星期 趁機,那個石樓上的業主也很好地幫我 找到他們找的師傅 然後換上 改了 或者是去 整好滴水的情況 當然今天我也要用一個月,一兩個月的時間 看真點 是不是真的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了? 所以那些污水正在滴下來 沒問題啊,不要緊啊,不會死吧 那樣 讓他先滴一下吧 不是啊 那些污水一直滴進你的心房裡 好小事而已,不是很緊要吧 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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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生手 有什麼壞習慣? 有什麼危險? 捆綁? 改了它 進行上帝的話語 改變 悔改 不要讓這些污水一直滴進你的心房裡 行動 整好它 所以我們一起這個旅程 看到這個洗作盤 讓我們看到的是 去到上帝面前敬拜 事奉 我們是要有一個清潔的心 潔淨的生命 讓我們同心祈禱 我邀請大家來到座位當中 為自己的生命去討告 如果當你想起一些弟兄姊妹 她有可能 或者你知道她被罪所捆綁的時候 你想想你有什麼可以做 為她討告 也要採取行動 如果有些污水滴在你心房裡 請你好好去面對 請你好好去面對 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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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下真 祢 神下真 祢 原來當我們要事奉 當我們要敬拜祂 親近祢 我們要先洗手洗腳 我們要先結淨自己的生命 所以主人 如果在我們的生命 在我們生活內 原來有些污水滴進 在我們生命當中 滴進我們心房的時候 讓我們採取行動去改變 採取行动去修正,让我们再次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是一个清洁的心,纯洁的心,洁净的生命。 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